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雨星圆 我是阿笨 今集的星雨星圆就跟大家分享 太阳金柚座搭配其他12月亮星座的组合个星 今集我们会先讲 太阳金柚座和前六个月亮星座的搭配 即是从这个白样座一直讲到柱里座 如果你还未知道自己的太阳星座 又或者是月亮星座 欢迎点击下方的link去查询一下自己的星片 这个系列我们也有一个bonus 把不同星座搭配自己对应的塔罗牌 譬如说金柚座所对应的塔罗牌是哪一张呢 而这张塔罗牌里面 我会从你一个符号学和象征学去分析塔罗牌的意义 如果你对于塔罗牌和星座很感兴趣的话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也要记得开这个小铃铛啦 事不宜次 马上开始 无论是土厌麻烦的金柚座 还是没有耐性的白样座 这一对组合呢 是很喜欢避开一些很繁琐的事 金柚座的本性就是很渴望向外索取 而白样座的角色就是我现在就要得到结果 所以这一对组合表现出来 就像一个很贪小便宜的小朋友 甚至会用一些命令的方式 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很可能会表现出很无理的态度 而这种组合经常会隐藏着自己 深刻的动机和坚定的血深 眼是认着自己会得到自己所渴望的东西 太阳金柚和月亮金柚搭配在一起 是一个最勇懒最不喜欢被人打扰的组合 但另一方面又希望别人可以留意到自己拥有很多资源 他们不喜欢一些变来变去的环境 甚至是自己生活节奏稍微被人打扰的话 他们都会觉得自己被侵犯 但这一类人是最稳定的一个组合 因为他们深深地明白古作时就古去时的道理 如果他的碎星不是在双子座的话 他们对于生活的大小事务都是缺乏兴趣 生活虽然是保守了一些 但是不至于苛刻 虽然很贪美 但是不会强迫自己去穿一些 例如高跟蟹 又真的太过于紧身的衣服 来束缚自己 折磨自己 所以这对组合可以有一种 田圆小清新的感觉 太阳金柚座和月亮双子座 这种组合算是在所有金柚座之中最活活的一个 金柚和双子座同时都讲究这个轻松的节奏 所以即使对某一样东西很感兴趣 但他们会浅尚即止 他们喜欢接受挑战 但未至于到要忠个头买去 这种组合的搭配 他们的矛盾点就是 金柚座是不渴望有什么变化的 但双子座的恶性 对于一层不变感到很头痛 也就是说他们在生活中 如果有做一些探险的话 都会只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 去试试一些新东西 不过好就是好在 金柚座这种常常闷在心里面的想法 都得到很流畅感去表达出来 太阳金柚座和月亮巨蟹座 这种搭配的共通点就是 他们都很在意过去 非常被动和很注重稳定 这种组合就成为了 所有金柚座之中最有忍耐力的一个 同时金柚座也将巨蟹座的矛盾 敏感的特质发挥得很好 由于金柚座的特性是很喜欢拥有 而巨蟹座的特性就是很喜欢照顾 想靠近这一类人的环其实不简单 但一旦你和它熟起来 它是可以很全方位的 吸于你无味不至的照护 太阳金柚和月亮巨蟹座 有很强大的意志力 清晰的思想和坦素单纯的个性 其实无论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 他们的能力都是很强的 有自信之愿和有很强的直觉 很注重自尊和很讲究效率 所以这种人在执行一件事前 会先分析每件事的慶重缓急 而仅最有效率的一件去执行 也就是这种人很容易成功 如果要说他们心中的矛盾 最多就是所谓的门骚一些 就是很喜欢将自己正经的一面 表现在人家的眼前 但同时也很希望大家 关注一下自己的情绪 太阳金柚座希望一层不变 而月亮处女座希望不要出差错 所以这种组合就会关注很多细节 和订立很多原则 尤其是在身体健康方面 他们很注重学习和精确度 也都喜欢将细节环环相扣串联起来 在他们心中造成一个生活模式 所以这种人通常给人感觉很难相处 其实这种组合的朋友 他们很有能力可以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 但是通常在他们行动之前 需要被其他人帮他激你一下 或者鼓励一下 他们才会滴在心肝去做这件事 但一旦他们的惰性被克服了之后 这种金柚座会是所有金柚座之中 最有执行力的一个 那今集的太阳金柚座 和前六个月亮星座的答备 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记得我们有个bonus 就是会说太阳金柚座所表现的塔罗牌 是哪一张 和这张塔罗牌的意义是什么 连续已经在影片下方 欢迎大家去点阅 如果你对塔罗或星座很高兴趣的话 欢迎点击我的头像 进行youtubechannel的subscribe 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集继续讲 剩余六个月亮星座的答备 下一集圣语圣语见 多谢大家